美国人工智慧公司OpenAI在旧金山举行开发者大会 聊天机器人ChatGPT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也是风靡全球 那么TVBS和科学人杂志合作为您连线科学人杂志内容长陆子军 带我们了解ChatGPT背后生成的秘密 子军您好 大家好我是子军 好我们来看到从去年11月OpenAI聊天机器人的测试版以来 ChatGPT经过将近一年的运作 很多使用者已经有感受到AI的强大 但也有专家质疑说这些生成式的AI缺乏基本的理解能力 想要请教子军科学家是如何去了解AI的思考方式呢 由于AI竞争开发公司并没有公布研究的细节 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些生成式AI的判断呢 交给子军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没有试过ChatGPT这个功能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那它的运作机制坦白说就是公布的细节不多 所以非常多的科学家很好奇 它到底是只是模仿我们说话 还是它真的有理解能力 那目前我们认为GPT有所谓的图现能力 那图现是指突然出现 意思是说GPT它可以去解决没有事前训练的任务 比如说你现在请它写一封email 那它之前没有写过 它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 所以表示说GPT它已经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鹦鹉 而是它自己有一个对于世界理解的能力 那当然目前科学家认为说 这个跟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很不同 那科学家为了要去了解说GPT的这个类神经网络 它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套监测的程式 去当作探针 埋进GPT里面 那这听起来很复杂很抽象 你可以想象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大脑 我们在头皮贴脑坡贴片 去监测我们的脑坡一样 那所以当GPT在运作的时候 科学家就可以从这些探针去了解说 这些神经是怎么样子互相作用的 那结果发现GPT可以在提供有限的资讯下 就理解某一些词汇 然后用这一些理解去解决任务的需要 所以也就是说 这延伸出了一个讨论 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 就是前阵子很热门讨论的LLM 它是不是已经到了所谓 通用人工智慧的等级 通用人工智慧是指说一个AI 它可以像人类或者是动物的大脑一样 是一个很复杂的运作 它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任务设计出来的AI 那目前普遍认为说 现在的GPT或是大语言模型 它还没有到通用人工智慧的等级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高智慧的人工智慧 应该已经不远了 我们讨论完人工智慧 我们现在要来问问看失智症的问题 失智症从生活层面更衍生出非常多的法律的状况 而这次《科学人》杂志的封面当中 就探讨了这个司法以及医学界都关注的问题 想要请问子君面对这类的疾病 目前司法以及医学体系 有没有能够判断出违法者的身体状况 做出法律判决呢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或是执行判决之后 这个患者的精神认知情况可能会恶化 在人性与法律之间到底要怎么拿捏 好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应该要越来越被重视的议题 因为就是随着人口老化 然后失智症越来越普遍的出现 那我们可能在未来就会遇到更多 他是失智症的犯罪者 那到底他犯罪是因为就是失智症的关系 还是他自己本身有犯罪动机 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科学人》封面 在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因为毕竟我们是科学人 所以我们是从比较就是生理 或是就是脑科学的角度来探讨 来讨论这个议题 那首先失智症 它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一个统称 那失智症最常见的当然就是阿兹海默症 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额孽叶失智症 那这样子的患者他会变得比较冲动 然后缺乏同情心 那还有像是血管型失智症 那患者他会有出现幻觉的问题 那这些不同的失智症之间的症状很常重叠 然后可能患者本身他没有病逝感 意思是说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有失智症 或者是他即便意识到自己有失智症 但是碍于一些面子的问题 他可能不愿意就医 所以这样子的话在整个诊断上面很困难 那更网论说我们在探讨犯罪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诊断的依据 那刚才提到说在法律上我们判断是否犯罪 很重要的是意图 那其实很多失智症它衍生出来的违法行为 不是所谓的工具行为 意思是说当这个罪犯他想要犯罪的时候 他会先事先算计 然后再按着这个计划去进行 这是所谓的工具行为 那常见的失智症的犯罪行为 比较像是可能他对于社会规范的观感下降了 或者是他冲动抑制的能力下降了 所以他会衍生出来的比较常见的 像是偷窃 猥亵 或者是大声怒骂怒人的这一种 就是轻微的违法行为 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除了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判这一些案例之外呢 其实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执法的难度 局域来讲像警方可能就是抓到一个现行犯 他可能是偷窃被抓到 那这位犯人他可能就是有失智症 可是警察即使知道了他是 可能是因为精神的状况的问题 而导致有这个行为的话 他也只能依法执行 那这边就延伸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失智症患者如果他被判坐牢的话 其实在监狱里面是无助于他症状的减缓 他没有达到教化的功能 这样子会让病况更恶化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可以让大家就是引起对这个议题的重视 然后有更多深入的讨论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要推动这个国民法官的机制的时候 这样 失智症在这个高龄化社会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我们看完失智症 接下来想要看这个环境的部分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水循环速度加快 也影响全世界的水资源 美国科学家最近就意外的发现在海床底下 有淡水的海水层立刻引发讨论 想要请问子君 科学家是怎么发现海床底下有淡水呢 大量的淡水可以开采吗 台湾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海底淡水的研究呢 来解决台湾的这些缺水的问题 困境 子君 好 这个题目蛮有趣的 因为大家想到海水就是不能喝 但其实在海水这些咸水的底下 海床底下 还有一层所谓的地下水 那其实就跟我们陆地的地下水一样 它是淡水 所以就是它不咸 那科学家最早是怎么意外发现这样子的 就是大概在1960年代 为了要做海底的采矿的探勘 然后就意外钻到了淡水 那经过了就是几十年的研究 就确认说 其实这样子的现象在全球是很普遍 那也就预估说 大概全球在离海岸线150公里的这个海域里面 全球大概淡水的蕴含量有超过100万立方公里这么多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过去在一些就是沿海地区的渔民 其实也有发现类似的现象 就是他们会注意到海面有水在翻腾 那如果用这个原理来解释的话 其实就是海底的淡水冒出来 那因为密度的不同 它就会就是一直往上面去滚动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永生泉的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类一直都有发现的现象 那当然最近几年比较受关注 是因为水资源越来越缺乏 所以也确实有一群人就爱思考说 那这一些淡水有没有可能我们抽出来应用 那目前的研究结果大概都是说 这样子的成本很高 那除了说开采上面就是经济效益的考量之外 另外其实地质学家也很担心说 在开采过程会不会海洋的咸水 涌进了这个淡水层 然后污染了淡水层 也就是破坏了这个开发的价值 那更严重的可能是说 我们抽离了这个淡水之后呢 会导致这个陆地上的地下水也跟着流失 所以就造成地层下限这种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样子的议题 有没有应用的价值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的科学的讨论 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故事 谢谢子军 我们带来最新的科学趋势分析 谢谢您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